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三十六集 夏小兰就笑 请到架了 你怎么不问我就开门,万一是坏人呢 康伟单位的招待所哪有那么多坏人 夏小兰也说不好,她就是有个感觉 敲门的人就是周成 我就知道是你,不可能是坏人 周成关上门,没和夏小兰争论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两人待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少 哪能把时间都花在争论上 和和睦睦地陪着比什么都强 你在看书啊 夏小兰的课本还摊在书桌上 小台灯也亮着 她把书合拢,揉揉眼睛 你来了,我自然不看了 我还等着你带我逛一逛京城呢 京城,夏小兰早来过 上辈子出差不知道跑过多少趟 但为工作和让男朋友陪着逛 毕竟有不同的期待感 两人那天待在密闭的空间里 就发生了初吻事件 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荷尔蒙太浓烈 招待所又没有啥娱乐设施 当然要出去转一转 一路走,夏小兰一路讲 说邵光荣也来找他舅舅装修 我看你也挺久没见他了 就说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 在上都派出所的事 不还要感谢他吗 是要感谢下 周成当然想和夏小兰单独相处 这些人情来往的交际 周成不比夏小兰差 再好的感情都需要维系 邵光荣大嘴巴归大嘴巴 人还是很仗义的 他说在哪里吃饭 晚上六点 在京城饭店 你能赶上会部队吧 周成点头 有时间呢,别担心 约在京城饭店 邵光荣可真够舍得 对方可能在为上次 说漏嘴的事赔罪 周成没和夏小兰细说 其实周成并不介意 邵光荣说漏嘴 他也不觉得夏小兰的存在 不能告知别人 他自己时常为夏小兰的 优秀而惊叹 周成骄傲着呢 巴不得拿着喇叭 向全世界大喊 告诉别人夏小兰是他对象 如果给人盖个章 那人就属于自己 这印上 不管有多贵 周成都舍得买 他不高兴的是周仪 提前在家里长辈面前 透露消息 这和周成预想中 把夏小兰带到家里长辈面前 光明正大的场面不同 周仪一说 关慧娥先入为主的 就对夏小兰印象不好 周成能把这些话 告诉夏小兰吗 那个饭店的小采购 叫朱放的 不也喜欢小兰 就是因为家里的母亲不好处 太早的跳出来反对 搞得朱放连追求 夏小兰的机会都没有 别人倒霉干蠢事 周成高兴 轮到他自己了 就是紧张 他妈妈关慧娥一开口 说啥 处对象随便 结婚不行 把他媳妇给惹生气了 他到哪里去追呀 特别是现在 夏小兰马上要高考 被影响心情可就不好了 周成是想等夏小兰 考上大学再带回去 他知道自己媳妇优秀 别人不知道 那就需要点光环来证明 何况夏小兰考上京城的大学 未来四年都要在京城上学 就算想把他甩掉 可能性也小很多 周成握着夏小兰的手 微微用力 小兰同志 你那天都亲了我了 你必须对我负责 又说负责 说起那个吻 明明是蜻蜓点水 偏偏让人脸红心跳 夏小兰觉得脸颊发热 不想和周成讨论负责的问题 他和周成的立场颠倒了 明明一见面 就是挺邪气挺痞的一个人 谁知道谈起恋爱来 就是个黏人精 周成带着夏小兰在京城玩了一圈 逛了天安门 还去滑冰场玩 周成滑得可好了 夏小兰却不会 周成好为人师 表示要把夏小兰教会 夏小兰穿着滑冰鞋下了场 很快明白了周成的小心思 他连滑雪都会 偏偏不会滑冰 滑冰太考验人的平衡力 聪明的人不一定肢体协调性好 肢体协调性好的 那也要摔几下才能学会 夏小兰倒是没摔跤 每次他要摔 周成都眼明手快把他抱住 看着就像主动投怀松抱 软软的身体主动撞在周成身上 他不算撞 可衣服下是精悍的肌肉 一揉一缸 大庭广众之下 这场滑冰教学 简直太香艳 周成觉得 他某个地方有种难以言状的躁热 要是再多搂抱两次 他指不定就要出丑了 夏小兰拿眼睛瞪他 周成半点不心虚 我保证 真的是认真教导 啊不 刚才我也是认真教导 我家小兰最聪明了 一定很快就能学会 大冷天的 夏小兰折腾出一身汗 气喘吁吁的样子 让他颜色越发娇艳 轻轻在周成身上拍了两下 周成捉住他的手 终于开始认真教他滑冰 来 一只脚先出去 对对对 身体重心往下移 周成扶着 护着 舍不得让夏小兰摔一下 夏小兰每一次滑动 他都比夏小兰本人还紧张 不过他说话算话 还真的开始认真教学 一个教 一个学 很快夏小兰就掌握了技巧 脱离周成的搀扶 夏小兰独自划了一段距离后 他知道自己掌握了一门新的技能 他很高兴 主动抱了周成 还踮起脚在他脸上亲了下 等周成反应过来后 反客为主 两人有了第二次接吻 这个吻不是蜻蜓点水的了 周成忙忙撞撞 撬开了夏小兰的唇 尝到了小香蛇的味道 这里不是部队 也不是其他地方 是溜冰场 和电影院公园 一起并称为年轻人谈恋爱的三大圣地 到处都是小情侣 周成顺着自己的心意就亲了 亲了就亲了呗 他搂着夏小兰的腰 两人唇齿分开后 各自喘了半天才平缓呼吸 夏小兰把脸埋在周成胸口 我没脸见人了 周围好多人在看呢 肯定都看见了吧 夏小兰羞涩的不是接吻 而是他大庭广众之下 丢掉了自空力 这是爱情 像飓风一样 把夏小兰固有的经验 冲击得荡然无存 一个吻就能把它卷到半空中 周成用大衣将夏小兰裹着 知道他是害羞了 他像哄小孩一样 好好好 我们不许了 现在也五点过了 我们去饭店吃饭吧 周围哪有人嘲笑啊 男的全部在羡慕周成 女的就更忙了 一边嫉妒 一边还要严防死守 不要身边的男人去看夏小兰 呸 不要脸 角落里 两个年轻女孩 也看得下巴都要掉了 那是周成吧 肯定是周成 这张脸长得多帅呀 他们还能认错吗 周成身边 跟着个漂亮的女孩 她带着这女孩滑冰 还在溜冰场接吻 童大小姐知道了 只怕得疯啊 好 我